那怎么样能够喜乐呢 就是可以领受这个福气 而这个福气是上帝要赐福给你的 好 那我们马上就来进入主题 选择五的朋友是说 怜悯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选择五的朋友呢 他代表的是你的内在有怜悯 有怜爱 就是说你会怜爱别人 那这样子的关系跟上帝之间 在这个圣经里面 就好像那个小baby跟母体之间的连结 会得到喂养 好像妈妈会持续不断的供应 给这个小baby 所以你选择到五的朋友 第一 你可能现在很需要怜悯 但好消息是 你选择到五的话 上帝呢会给你怜悯 如果你自己说 我现在状况很好 那你就给出你的怜悯 那这样子呢 你也会得到大大的祝福的哦 好 那我们来看 选择六的朋友 选择六的朋友是说 清新的人有福人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 清新的人有福人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我的天啊 能够见上帝是好事坏事 大大的好事 能够见到马云是好事 还是坏事 好事 因为你跟他成为好朋友 他可能会给你很多的帮助 所以呢 清新的人有福人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必得见上帝 那什么叫清新的人呢 清新的人就是呢 不会发假事 好 就是做人很公义 好 不会想有的没有的 叫清新的人有福人 不拜偶像 就不去崇拜别人 自己有自己要走的路 这样子清新的人呢 你可以见到神 你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这样的人的思绪 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干扰 而是什么 而是他很清新 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 所以选择六的人呢 你很清楚知道你要什么 而你在你的道上持续的走 你必得见上帝里面的八福 期待我们都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帮我按赞 或是呢 帮我转分享给你 感谢观看